农夫和魔鬼 有一天,贪婪的魔鬼找到了农夫,对他说 今年你种的粮食长在地面的归我,长在地下的归你 我两年后给你宝藏 农夫想了想,开心地答应了 魔鬼见到农夫答应了,心里也很开心 心想着,这下不劳而获了 第一年,到了播种的时候 农夫在自己的田地里,撒下了萝卜种子 农夫想,萝卜长在地下,都是自己的 于是开开心心地干活,认真地种地,并不担心魔鬼 转眼到了秋收的时候,农夫把自己地下的萝卜一筐一筐地搬回家来 魔鬼先想,农夫收获了这么多啊,我的肯定比他的还要多,这下我发财了 等到魔鬼自己来到田地里的时候,立刻傻了眼 眼前除了枯萎的萝卜叶什么也没有了,他什么也没得到 于是,魔鬼想着,是自己犯错误了 本来就不该要地上的,我应该要地下的才对 于是,魔鬼气愤地找到农夫说道 我可不上你的当了,这样,明年地上的东西都归你,我要地下的 农夫听了高兴地笑了,说 可以可以,明年地下的都给你,我要地上的 第二年播种的时候,农夫在自己的田地里种起了大白菜 农夫想着,大白菜的根又没用,都给你吧 我只需要大白菜的叶子 聪明的农夫一边想,一边笑了 秋天又到了,农夫把自己的大白菜都收割了 一筐一筐地搬回家来 魔鬼看见了,心里很高兴 他想,连地上的都这么多收成 我要的地下的肯定更多 于是,高高兴兴地走向了田地 结果,他只收获了菜根 他非常非常生气,自己又被骗了 可是魔鬼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兑现当初的诺言 农夫得到了数不尽的财宝 除了从田地里得到的收成 还有许许多多的金银首饰 从此,农夫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